哈喽 大家好 我是Rock 今天是三人PK赛 我的对手是庞博和小慧 说实话 我其实特别不想跟庞博PK 因为去年就P过一次 然后P完之后 于谦老师给了我一个评价 叫阴暗的小人物 然后打那之后呢 我的人缘就越来越差 你们知道在一个公司 做一个边缘人物 是什么感觉吗 你看今年笑狗文化 发生了很多事 你们都知道啊 而这些所有的八卦和内幕 我其实跟你们一样 我也是从网上自己看的 你知道吗 因为从来没人告诉我 我前几天也是拿着个手机 刷着微博 我说 啊 真离了 怎么没人跟我说一声呢 我好歹也是脱口秀 离婚界的前辈啊 他还不把前辈当回事了 不过我这人确实是 有时候偶尔会有一点阴暗 从很多小事上都能看出来 你就比如说点外卖这事 现在大家都点外卖 很方便 但我觉得我已经被外卖惯坏了 我现在有恶怒症 每次点完外卖之后 是我这一天最暴躁的时候 然后我会拿手机说 我的外卖怎么还不来 我可是超级会员啊 我现在点完餐之后 有一个习惯你知道吗 我就会一直拿着手机看 看他那个送餐地图 我看他怎么走 然后刷新 我说 他怎么这么慢 他是迷路了 他怎么往反方向走了 他是不是接了十单 最后才送我这个单 他怎么不动了 他是不是在偷吃我的外卖 但你知道一般吃饱之后呢 我就会恢复理智 开始反思 我说 我是不是太过分了 我怎么又阴暗了 我怎么好像只有在别人犯错的时候 才会去给他评价 给他差评 而一个人如果真的服务很好 我一般心里就会想 嗯 不错 放你一码 我太过分了 我做的不过就是在家吹着空调 是吧 拿着手机点了两下 我说 嗯 想吃这个 然后就有人从几公里以外 骑着车顶着烈日 一路狂烹给我送过来 然后我拿着还不满意 我说 我这奶茶啵啵冰 怎么都化了 而且我点的是少少冰 我估计任何人看到我这嘴脸 当时估计想把那啵啵冰直接呼我脸 哇 你就赶紧吃啊 我觉得我可能需要一个可以互相评价的世界 就是这样才可以让我收敛一点 这样才可以治愈我的阴暗 因为不然的话我就可能收到很多骑士的评价 这人垃圾以后都别给他送餐了 饿死他 我觉得我们真的对评价都太敏感了 然后有一次我打了一个专车 然后平时坐车 一般都会在后边犯困 然后自己一个人搭会儿呼噜什么的 但是那天我真的特别清醒 因为那个司机在打呼噜 司机打呼噜 我不知道你们有遇过这种情况 就是你本来在后边还有点困 突然听到前边 那一刻我真的要多清醒有多清醒 我眼睛从来没瞪那么大过 我说大哥 醒醒 那天真的很曲折 我本来是来录影的 然后一般上车线我都会点一个外卖 就是到了可以正好吃 觉得自己运筹帷幄 结果那个司机呢 就因为犯迷糊糊 他就在高速上错过了出口 我当时真的就有点急了 因为那已经不是他错过的第一个出口了 就再那么开就到杭州了 还没有灯啊 然后我当时拿出手机 真的就想给他差评 你知道吗 我就说 您这是打算绕多少路啊 我觉得那司机真的很敏感 他听到我这句话之后 真的是仿佛被击中了一样 知道吗 他当时一脚刹车 直接停在了高速上 我给我吓得 你知道高速上旁边的车贴着我 我吓得 我说大哥你要干嘛呀 他当时回头看着我 一脸监禁地说 你别担心 我是不会给你绕路的 然后他就开始倒车 知道吗 他要回那个出口 当时我真的都不知道该抓什么了 旁边的车按着喇叭 我当时感觉自己 可能已经有点漏尿了 我说大哥 你这是不绕路啊 你是要送我上路啊 后来 真的最后我终于到了棚里 心惊肉跳 我觉得我真的必须得投诉他了 要不然都对不起我阴暗的称号 然后我拿出手机一看 我说啊 我点了个外卖怎么还没来 谢谢大家 我说